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我国空巢老人 独居老人越来越多 民法典哪些创新举措 保障观寡孤独 皆有所养 他可以在他一时清醒的时候 未与筹谋 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靠谱的人 来解决之后的后顾之忧 提前不好局才能不会那么落魄 让我们更理智更清醒 更有尊严地去解决自己 未来遇到的问题 以防养老成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 民法典设立居住权 如何让以防养老更加安全可靠 可以对抗所有的地赛 没人躲得走 百年之后 子女们把这老太太赶出去 怎么保障呢 尊重原来家庭能力性的稳定 我觉得这个居住权的制度特别灵活 民法典如何鼓励孝心孝行 加封条款写入民法典 又将对老友所养提供怎样的法律保障 法律讲堂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民法典 维护老友所医即将播出 欢迎各位收看 这是我们法律讲堂送给您的春节的系列节目 叫做年化民法典 那在这里呢 首先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 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为您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呢 是来自于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 蒋海松 您好 您好 那另外一位呢 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 那同样也是全国人大法公委 民法典编撰工作委员会的专班的成员 龙俊 龙教授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是在现实的层面 我们也发现 因为养老主观的客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造成了我们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事件 甚至演化成案件 大过年的 说这个有一些案例 其实说起来有点不太应景 但是确实反映的问题 有个老人家就是写了一封信 说当你们就是叫什么 我姨姨昨天晚上去世 他以为第二天人家就会发现 结果没想到 其实是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才被发现 就是这个独居老人 空巢老人 就所谓观寡孤独 这一类老人 他的这个养老 也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现在六十岁以下 都有这个两一五千万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养老压力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这个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道德富裕 要增老爱幼以外 我们如何通过法律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调整的有效的工具 给老年人给一个法律上的安顿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任务 对于这种类型的问题的话 民法典其实做了一些正面的回应 比如说在总则边增加了 异定监护制度 那么这样一种制度 就是为预防刚才这样一种情形 所诞生的 当然了 异定监护这个制度的 适用范围很广 并不一定全部都是 针对观寡孤独老人来的 它还有别的应用方式 对于这种失读老人的 这么一个指向性 应该是这个制度 这次在民法典编撰当中 把它给立出来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先来看法条是怎么规定的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明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 实际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部分 丧失明示行为能力的时候 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您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就一个老人 他可能现在还是很正常的 还是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 意识清醒的 但是他要为之后 意识不信守要做准备 在民法典之前 包括民法总则之前 只有法定监护 就是当他丧失行为能力之后 由他的配偶或者成年子女 作为监护人来监护他 但是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如果他 没有这些法定监护人 比如他没有配偶丧偶了 也没有子女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的监护可能会有些难题 到底由谁来监护 会发生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 有的情况下 可能他有这些人 或者有子女 但是子女如果不孝顺 或者有这些情形的话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想一下 就是自己 能不能不要自己的子女 当自己的监护人 他可以再去选一个 他自己合意的人 做他的监护人 所以这样子来说 就有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面临这么一个需求的话 民法典做了这么个规定 就是什么呢 他可以在他一时清醒的时候 未雨绸缪 就是选一个人 等到他一时不清醒的时候 就作为他的监护人 然后带他来进行决策 之前我会看到 很多新闻里面会爆出来 你看那个有些片段 说这个子女不孝顺 多少年跟老人不来 老人不在了 说把这房子给了保姆了 全家人上门连纳代码 说你这骗子怎么样 是不是说这个法律条款 规定的背后就会减少 一大部分类似 这样的情形的出现 对 我们当然一边 提强家庭和谐 但有时候确实有些家庭 不和谐是一个制定事实 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案件 如果有这个子女 她没有尽善养的义务 她爸妈可能会晚紧堪忧 在这种情况下 她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方式 指定她放心的人 陪伴她度过晚年 甚至这个 我讲一个更通俗的例子 当然还有很多人 可能也会有自己的 这个蓝颜之痛 你比如说我们看 今天非常著名的电视剧 欢乐颂 欢乐颂的爱的 这个三十五集里面 安迪她的妈妈 是有精神病的 她妈妈精神病 发作的时候 是非常的痛苦 生不如死的状态 所以安迪也特别担心 自己可能有遗传 到了晚年 也跟妈妈这样 发款怎么办 所以她就跟她的相思老谭 谭政说 她把她的保险柜的钥匙 她的财产的报表 清单全部报过来 说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了 请你帮助我 照顾我 然后我的财产 请你帮我处理 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刚刚农老师讲的 未雨绸磨 哪怕你现在很健壮 我们今天讲这么一句话 只有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 想到你四面楚歌的时候 提前不好局 才能不会那么落魄 趁着你自己还清醒 对你的晚年 人可能生老病死 都可能会有某些潜在的风险 那特别像这种 本来有精神病寄存死 或者这样的一个家族困境的时候 这种制度就特别广用 就是说 她的适用范围 不是老人 而是我们所有人 有了这个法条之后 就可以让我们更理智 更清醒 更有尊严地去解决 自己未来遇到的问题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这个制度设计之后的话 老人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 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靠谱的人 来解决之后的后顾之忧 这样子的话 也符合我们民法的一个 最基本的原则 叫做一私自治 它自己处分自己的权利 对于老百姓来讲 可能看到这个法条说 这个话只说了一半 就是你让我就给你当监护人 履行监护制作了 那你拿啥来回报我呢 就是我们设定这个条文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 他的财产 他的利益 至于当然说 你照顾他的监护人 如果你设定有强的 他也可以根据取得合理的报酬 但是如果不取得报酬 他也乐意 比如说本来就是有亲戚观世 这也是提供的 我的理解是 他更偏向于 对被监护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爱 就是说这个当中他的立法目的 我们可以理解 他更看重这个被监护人的 他的自我决定权 他的意愿 就是民法典有一个特点 它是1260条 它是一个大的体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这个33条 它会动到合同边中的 委托合同那一部分 委托合同有两种 一种是有偿委托 一种是无偿委托 这两种可能性是都有 有可能他牵的是有偿委托合同 这个比较符合常理 但也有可能是无偿委托 为什么呢 我们看啊 意定监护里面那个受托人 包括什么呢 包括其近亲属和其他 愿意担护监护人的个人 比如他的侄子 如果他跟他侄子关系特别好 他并不一定非得给他侄子财产 他侄子才愿意当成监护人 只要他们亲情够尽 他们自己相互放心 互相信任 那么也可以以无偿委托的形式 来设立意定监护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意定监护这个地方 不会特意地写是有偿还是无偿 要不要给财产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江老师 龙教授委托给我了 然后他开始不放心 他心想万一有一天 我丧失意志了 部分我全部了 谁来监督我呢 就是说监督这个监护人 对 谁来监督那个议定监护人 现实当中 你给他签订一个 议定监护合同的时候 你还可以找一个机构 或者找一个人 来签订一个监督合同 我找一个律师 或者另外选一个自然人 或者是他组织养老机构 我可以跟他签订一个 议定监督合同 这两个合同同时生效 有点像那个做工程 第三方监理 对 再签一个 这个也可以提醒 有很多律师也建议这样做 万一啊 比如说你没有签第二个合同 就是第三人监督的合同 法律里面呢 也有法定的监督的人 比如说他的其他的 可以担任监护人的这些人 他虽然来说 他把他们排除了 觉得那些亲目好友不靠谱 他相信这个人了 但是万一这个人不靠谱的话 他的亲目好友发现了的话 也可以去主张监督 如果属实的话 法院可以把这个人的监护权给撤销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监督监护这个条款 它真正的深含的意义是什么 您怎么理解 我的意思就是 他对被监督人的这种利益最大化 对他自我决定权的一种肯定 就是趁着我的意识还清醒 把我的这样的一个 将来有风险的提前布局 这个 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 您可以不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的 对我的晚年可能更有保证 对于这样一个监督监护制度 我们知道民法典写得很简单 就一个33条 就像刚才讲的说 这是为了充分体现 被监护人他的意志 实现我们的意识自治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点 可能有人很多人认为 这条写得这么简单 能不能起到作用呢 所以就是民法典写制度 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它不光是一个33条 它是牵在民法典写的33条 已经意味着 别的地方的制度 跟它一起配合 这就是刚才讲的 它是一个体系 是一个网络 这个33条是解决这一类问题的 其中一个神经节点 对 以防养老 在追求老友所养的同时 如何保证老友所居 民法典提供了 怎样的法律保障 相比以前的其他制度 它这个里面 出现骗局的可能性很小 双方互相兼顾各得其一了 它解决了这样的一种能力矛盾 民法典继承边规定 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 组织或者个人 签订一赠抚养协议 多元化地解决养老问题 中国人说老化 就久病床前无效 对 更何况是继承人之外的一个其他人 相对彻底放开 充分实现老人的一丝自治 这个一赠抚养协议 它更像一个双赢的结局 法律讲堂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民法典 维护老友所依 正在播出 比如说现在最常见的形式 最常见的形式就是 以防养老 现在的问题就是 怎么样能够去保障呢 因为你会发现 有一些所谓的养老机构 它是跟老年人签什么合同呢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可以不给我钱 然后你将来 这个生活事都解决完 你这房子给我 结果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案件 就是以防养老的这种骗局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您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以防养老的骗局呢 需要大家就是说 大家在签这些合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法律结构 到底对自己有没有保障 当然这个情况很复杂 很复杂 对 很复杂 各种结构都有 必须是个案其实 对 个案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也得讲一点就是什么呢 民法典里面呢 为了这种情况的话 就给了一个新的结构 对于这个老人来说 是比较善意的 是比较有利于它的权力保障 那么这个之处呢 就是民法典物权边中 新增的一种用意物权类型 叫做居住权 居住权 对 居住权 我们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老人 他现在也是一个失读老人 对吧 作为没有任何的那个情况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可能想到什么呢 他现在就有一套房子 如果他把这套房子 给直接卖了的话呢 他固然能获得一大笔钱 但是他可能后半身 就居无定所了 他会有这个风险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为自己设一个居住权 然后呢 将这个房屋所有权呢 卖给一个其他人 或者金融机构 或者什么其他友谊房养老 资格的这么一个资质的主体 那这样有什么 他可以直接获得一大笔资金 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卖的钱 同时自己还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 一直住到去世为止 就把居住权和房屋的所有权 把它分离开了 对 而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好处 就相比以前的其他制度 它这个里面出现骗局的可能性很小 为什么呢 就只要你按这个流程走 之后房屋所有权再把这个房子卖给谁呀 卖给第三人 卖给第四人呢 不管怎么转 他都不能打破你的居住权 所以你这个权力登了记 极强 可以对抗所有的第三人 没人夺得走 你说登记是到哪登记 不动产登记不美 另外还有一点 现在有一种现实的情况 就是叫西洋红老伴 比如说七十多岁老爷子 然后呢老伴不在了 又找了一个后老伴 找一个后老伴呢 俩人住在一起 这孩子肯定不能把他赶走吧 但是他又担心说百年之后 子女们把这老太太赶出去 怎么保障呢 这方面的现实的问题怎么解释 那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居住权就特别管用 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一点 我用个更通俗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可能我们都看到 那个电视剧都挺好 那个苏大强挺作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子女也对他 也不是特别有毛的 他请了一个小保姆叫小蔡 然后两个人就去碰出 有点爱情的火花了 所以这个苏大强就准备 把他的房产正向 加上这个小蔡阿姨的名字 他的子女当然绝对反对 那个苏明称拿着刀菜刀 砍他吧 如果你要跟他结婚 我就把他砍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居住权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是我房产 我可以将来传给子女 这个所有权是子女的 但是我可以给这个保姆 设立一个居住权 他跟所有权是分立的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当中 居住啊 满足他的生活需要 那么这样双方 互相兼顾各得其一了 他解决了这样的一种能力矛盾 所以在您讲的 这种施阳红老伴的情况下 他如何尊重原来家庭 伦理性的稳定 我觉得这个居住权的制度 特别灵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 简单的理解 在之前呢 房产的所有权 其中包括或者说 他就锁定了这个居住权 他俩是一体的 但这次是由法律的形式 把它剥离开 并且规定了居住权 是可以单独拿出来 进行主张权利的 对 就是法律允许当身 剥离出一个居住权 做一些更灵活化的处理 实现自己多层次的效用 那么居住权能不能转让 或者买卖呢 不能 居住权是为了生活居住目的 而为它设立了一种用益物权 如果让它买卖的话 就有可能变成 未来的一个炒房的一个路径了 这是要防止的一个途径 但是呢 出租这一点呢 法律中说不能出租 但是你有约定除外 意思是 你如果没说就不能出租 但是你说了可以租的话 那就可以租 我们回过来讲 今天我们第一个探讨的是 这个议定监护 我们还注意到一点 就这个议定监护 很容易混淆另外一个法律概念 就叫做 移赠抚养 你看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是这样 比如说老爷子 家里亲戚子女也不在身边 那怎么办呢 身边有一个侄子 说这样你给我养老送中 最后我这房子给你 当然可能是房产 或者其他的不动产之类的 然后签一个协议 这叫移赠抚养协议 在第六边继承边 第四章遗产处理的 第1158条 民法典的规定是 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 组织或者个人签订 移赠抚养协议 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和个人 然后按照协议 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 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有受移赠权利 咱们先来解读一下 与继承人以外的 与继承人以外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民法典中 这次做的一个解读 就是如果是给继承人的话 就相当于是遗嘱 就相当于不属于移赠的性质 是基于这么个解读 加了一个继承以外的 这么一个限制 哪些是继承人 在按照五国法的规则 第一顺位继承人 包括配偶 子女 父母 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包括祖父母 外祖父母 和兄弟姐妹 除此之外的 就叫继承人以外的 对 比如说那个书 职 这些都属于继承以外的 但是为什么还有组织呢 它这个组织指的是 比如说居委会啊 这些 比如说养老机构 养老院啊 它也可能会帮助你照顾着的 这个很多农村 这个小孩就去打工了 他可能这个空巢老人在家里 往往就是居委会照顾他的 所以他也愿意 把他的一些遗产 赠送给这个居委会 做回报 这条就是继承人之外的 这些都叫抚养人 那理论上来讲 这些抚养人 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人 或者组织呢 法律上其实是没设限制的 在继承法当中曾经受限制 就是那个 如果是组织的话呢 只能是那个集体组织之前 但是现在到了民法典当中的话 所有的组织都可以 只要是合法的 都可以 都可以了 相对彻底放开 为什么 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情况 你也不妨碍一些养老机构啊 作为一个抚养人 一子抚养协议的抚养人 这也是可行的 就多元化地解决 未来的老人的养老问题 也充分实现老人的意思自制 这两方面来讲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我想跟谁签这个 一政抚养协议都可以吗 都可以 一政抚养协议来说的话呢 它还是强调一个协议性 就是强调是双方一起签的 所以它会跟之前讲的 那个议定监护 这个制度 它有很多共通制度 那个也是双方一起签的 很像 很像 但是区别是在于什么呢 一政抚养协议 物败含代理权的授予 和处分权的授予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养自己 就是说未来 对方有义务来养自己 那自己的其实 意识是没有丧失的 就还是个清醒人 就我一直是个清醒人 完全还是自主的 我可以做我的自己财产主办 不需要有人来带我做决策 而议定监护 我理解了 议定监护是自己丧失的行为能力 需要有人为来带自己做决策 议定监护制度 它解决的是 需要一个人带我做事 一政抚养制度解决的是 找个人帮我做事 对 是的 这部分的内容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 是在人生的两种不同的状态之下 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 让我们获得更好的 这种生命的质量 这两个的区别 您是怎么理解的 我的理解就是 这个意识监护 受益的主体更单向一些 就这个制度的目的是 为了被监护人 它的利益最大方 而这个一政抚养协议 它更像一个双赢的结局 就是说一方面 我照顾你的生养死葬 我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你会把你的遗产 转赠给我 那这个一政抚养 能不能签订之后撤销 怎么撤销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撤销的 这个当中如果我觉得 违背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比如说这个 我照顾了你生养死葬 但是你又瞒着我 把你这个财产 重新分布给了其他人 我照顾你的目的 就是你承诺了 把财产给我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失去了这种信责的 这种当然可以撤销 所以你说 抚养人是可以撤销的 对 签订的这个人能撤销吗 也可以的 像刚才蒋教授所说的 就是说 在一政抚养协议里面 如果有一方违反了 这个协议的义务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这件事情来说 是所有的合同里面 都会有的一个 这个没问题 可能现在麻烦一点 或者是 可能会有一点 小争议的问题 就在于 如果找不出对方的错 就是看不顺眼的 觉得他对我不好 有这个问题 对 这个问题很大 你看中国人的老话 叫酒病床前无效 更何况是 继承人之外的一个 其他人 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有争议 就在于 涉及到对一政抚养协议 它的法律性质 到底该怎么认 法律当中 民法典只是说 一直复养协议 但没说这个协议的 效率如何 这背后会有理论争议 但是我也是倾向于 跟异地监控一样 也倾向于 把它认为委托合同 一旦认为委托合同 就也有任意解除权了 当然了 按照委托合同 任意解除权解除了 是要付代价的 丈夫去世后 儿媳坚持赡养公婆 民法典如何鼓励 这种孝心孝行 进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从法律上是鼓励他 对老人进行赡养 从而解决老人的 这样一个养老的难题 当你本着一个好的目的 在行散的时候 法律也会照顾你的利益 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 弘扬家庭美德 加封条款写入民法典 传达了怎样的立法理念 优良加封入典 只有这个道德呛导 它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让民法典除了作为法官裁判的指引 也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一个指引 用法律的方式来使我们的传统美德 更好的传承下去 法律讲堂春节系列节目 年化民法典 维护老友所依 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看这个 第1129条 1129条 丧偶儿媳对公婆 丧偶女婿的岳父母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 前半句听起来 那当然肯定是家庭的不幸了 但是它的背后反映出来的 也是直接指向了很多现实层面 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对于这种丧偶儿媳 丧偶女婿 进了主要赡养 直接给他第一顺序继承人 就是说本来因为丧偶 已经相当于失去了 亲属关系的人 重新让他们联系起来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从法律上苛责 他有这些法定的义务 但是我们也从法律上 是鼓励他对老人进行赡养 从而解决老人的 这样一个养老的一个难题 他的这个旅婿 前旅婿再分了 也不影响这个效率 就是包括这个丧偶的 还是改嫁了 也不影响这个 当你本着一个好的目的 在行丧的时候 法律也会照顾你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一项的时候 我觉得法律跟道德 是在一起的 就是说情离法之间 我们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 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您怎么理解 这可能呢 也跟我们后面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1043条 就是在我们民法典当中 是希望建立一个 优良的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龙教授讲的这条 第1043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 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家庭成为应当 敬老爱幼 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 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这个好像完全理解 应该是一种社会风尚 因为道德层面的 为什么会在民法典礼当中 规定出来呢 龙教授 民法典礼除了规定 那些具体裁判的规范以外 也会规定这些倡导性的 鼓励性的规范 让民法典 除了作为法官裁判的指引外 也能成为普通老百姓 生活的一个指引 就行为规范的意义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面是在具体解释 某些法条裁判性规范的时候 这个规范可以作为一个指引 作为一个风向 相对于一个导向 当一个具体法条 解释有意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规范的话 来看一看 按照这个方向来解释 更加有利于加封建设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家庭文明的这么一个建设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我同意龙老师的分析 所以这样的一个 优良加封入点 它一方面 只有这个道德呛导 社会功德文明的引领的作用 另一方面 它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率 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说你遗弃了你的家人 那这样的一种行为 一个法官做裁判 他可能自可地引用 这个优良加封这个条款 那么同时在转引 刑法当中的仪器作用 或者民法当中仪器了以后 会解除你这样的一种 继承权等等 所以它也具有某种 法律效力 在这个意义上 它实现了法律跟道德的 一个完美结合 您这个判断 我觉得特别 法律跟道德的完美结合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这个传统美德 不能仅仅是靠 我们这种传承 就口传相受 在今天这个新时代 我们应该是用法律的方式 来使我们的传统美德 更好的传承下去 这也是这一次 民法典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立法的深意吧 在民法典当中的话 我们是非常注意 就是法学的那些 冷冰冰的条文 和我们的情 和我们的理的结合 让道德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 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这种体现的途径呢 有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条文的 具体的构成要件呢 它的法律效果层面 进行具体的规定设计 这是有的 也有在这种倡导性的条文里面 直接将这种导向给表达出来 这也是我国民法典的一个特色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 我们要让所有的老年人 都要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关照老年人 让每一个老年人 都能够安享晚年 我想这是民法典 我们今天讲到的 民法典立法背后的深意所在 其实这种深意 它不是用某一个具体的法条规定出来 而是成体系的 在民法典当中表达出来的 所以最后的问题 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成体系的表达 它的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优良加封条款 你孤立的来看 它好像就是一个道德富裕 应该真老爱幼 应该互相关爱 但是如果你放在这个民法的体系当中 你如果不对父母进校 那么你可能就会丧行你的继承权 那如果你哪怕是上午的爱信 你进到校了 那你可能就获得法律下的 这样的一个继承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体系法的好处 它把这样的一个道德诉求 会变成了一个 有法律保将的一个制度安排 这也就是民法典 所谓的法典 有别于普通法的一个特征 法典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体系化 这样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以一个 相当于一个整体的形式 对问题进行处理 而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来 它其中的每一个点 可能在这个地方解决一个问题 但是其他跟它加在一起 会有一个加成的效果 会让这个问题得到一个 更加全面完满的解决 这就是所谓的 立法的科学化的一个体现 也是我国现在法治进步的一个体现 我们可以以体系化的方式 将社会问题进行一个 综合系统化的一个调整 一个解决 家家有老人 人人都会老 今年是农历薪丑的牛年 我们的父母 年迈的父母 又何尝不是像老黄牛一样 为了子女 为这个家庭奉献了自己全部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要祝愿天下 所有的老年朋友们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都拥有幸福美好的晚年 再次给您拜年了 也谢谢两位专家的到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